华联縣113年動員 占眾及災防三匯報 第二次定期會 16號在消防局災害應變中心交開 由匯報召集人 縣長徐正衛來主持 行政院政務委員紀蓮成 卸甫各局處首長 還有各鄉鎮市公所首長 等代表都共同的參加 縣長徐正衛表示 华联因地處環太平洋 地震帶上 天然災害較其他縣市更為頻繁 常面臨地震颱風 以及災害的侵襲 因此每年動員 暫中以及災防三匯報 顯得相當重要 天然許中會感謝各單位 在臨時第三第一段之後 積極迅速抢修民生基礎建設 災損重建以及修佔工程 也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 我們要綜合國際上的盟友 如何讓臺灣更安定 更加的堅實的後盾 我想不論是自助 人助 互助 在剛才的政委的說明裡面 其實是相當相當的震撼 我想這裡是沒有人聽過的 每一年我們在戰衆匯報的時候 對於我們的災害的部分 這個部分都是一個重點 然而這一次以國家的定位 對於軍事的定位來說 我想我們如何在各級地方政府 能夠發揮一個系統紀律整合訓練 以及平常的備災備免的思考 另外如何讓我們的油塘水電 甚至我們電信很多的這個相關單位 能夠在平時成品時間 能夠有一個備位思考 我想這個都是一個真的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這次匯報在動員匯報 災防匯報 以及各公營事業單位共同努力配合之下 發揮匯報的運作功能 強化動員戰備準備 促進地方團結災害防救 因而未來在全社會防衛任性 將成為整體動員的指向 各級處將協助配合完成動員 總能量調查及邊管 結合政府各民間的力量 強化國防民生 災防以及民生 四大韌性總體戰力 建立完善的機制 以完全準備守護民眾安全 建立希望更多的